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孟辰老師 歡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今天價錢股價指數 目前盤中下跌了100點 當然早盤的時候 一度跌了將近150點左右 那行情為什麼會突然之間 出現了百點的下跌 最主要還是跟國際之間 有一些利空 有一點關係 我一直跟大家聊說 其實台北股票市場 來到萬五之上 要特別的去做留意 因為就行情來講 整個國際之間 不論是利多或者是利空 其實它占據了一半一半的位置 利多的部分 包括國際油價 開始做一個下跌 通膨其實有見頂 開始下滑的一個現象 9月份 9月7號開始 Apple要發表經濟 包括了我們台股 還有國安基金在做護盤 可是利空的部分 我們也不能忽略它 普丁有沒有可能 封守歐洲的天然氣 這有可能發生 因為現在 烏爾戰爭還在進行當中 甚至美國 它持續去做升息 會讓整個美元指數開始上漲 美元指數一旦上漲 又會影響到 整個台股的外資 它的信心了 還有消費性電子的庫存問題 到現在都還沒有解決 而且是越來越嚴重 受險業還有面臨 投資虧損的壓力 之前他們 發了很多的防疫保單 所以 現在全部大虧 都虧了幾百億元以上 幾乎這一年以來 虧掉了去年三年的獲利了 這都是目前為止 台北股票市場 裡面你會看到的 所謂的利多跟利空 一半一半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再來思考一件事情 台北股票市場 從國安基金護盤 一萬四千點 到現在為止 已經漲了將近快 一千三百點的幅度了 那你現在來到了一萬五千四百點之上 我也想問問大家 你覺得國安基金呢 他會在這個位階上面 用力的戶大力的戶嗎 我覺得在這個位置點上面 他會讓他休息一下 他會讓他在這個位階 開始進入一個震盪打底 讓整個季線呢 能夠有一個完整的支撐出來 他會有一個完整的支撐 那居然國安基金 在這個位階他要去做休息 我們在操作上面 你就不能夠怎樣 太過於積極 要開局是思考一點 有些個股反彈上來 你是不是要去做一個調節的動作 那有一些標的呢 就算你想買 你要等他回撤支撐的時候 來去做一個切入 來去做一個佈局 因為接下來呢 聯準會九月份 下個月就到了很快喔 再過一兩個禮拜喔 聯準會又要開會了 他要開會的時候 如果說現在大家都預期 聯準會要升息兩碼 那假設他開始給你升息個三碼 然後美元指數呢 又開始往上去做增加 台股的資金 外資他一定回流美國 這個就是我們要去特別關注的 資金的流向 決定行情的方向嘛 那聯準會現在呢 有一些這個聯準會的主席啊 他們這些會員 他們已經開始喔 講了喔 其實現在的通膨來講 8.5%還是太高 那聯準會如果持續的鷹派下去 美元強勢在一起 從原本的美元指數 從106已經漲到了107了 那美元指數為什麼會漲 因為有很多的錢啊 比如像說新台幣 比如像說歐元 比如像說很多市場的資金有沒有 比如像人民幣嘛 他開始呢 把這個資金換成美元 為了避險啊 那我把資金換成美元之後咧 我就往美國去做移動 我就往美金去跑嘛 所以這些資金一旦往美國去移 當然會從台股這邊地方啊 抽一點錢出去啊 所以外資才會從原本的買鈔 開始進入到一個賣鈔的狀態 他會開始進入賣鈔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你要買股票 就要開始有一點思考的位置喔 比如像說 像我們在做波段股的時候 我在跟大家講 你要做大波段的股票 你要等大跌的時候 行情急殺大家不敢買 那個位接點上面你買股票 是最便宜的 就很像當時啊 2330台積電有沒有 當時433塊錢 在這個位接點上面 每個人都把他罵到臭頭 還記不記得 可是我跟大家講說 433塊錢指標產生背離啊 背離哪位操盤手支最大情緒 你買在這個位接點上面 後面才有賺錢的空間啊 但我說我們上個禮拜呢 我們已經開始在調節台積電了嘛 對不對 為什麼要調節他 因為你現在抱長股波段的標的 你很難有大獲利的空間嘛 你一旦遇到利空的訊息 比如像說 可能庫存過高的問題 電子業庫存過高 股價就開始修正啊 可能美國要做升息 股價又開始做修正啊 那你修正 雖然有國安基金幫你撐著 可是相對來講 如果你追在高點 那就算國安基金幫你撐著 只是讓你賠少一點而已啊 甚至有一些標的 比如像說4770這個啊 上品啊 我當時跟他談的時候 哇你看上品最近多強 可是我在跟他談的時候 上品多少錢 250塊啊 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我跟大家講說 哇上品是一個好公司 半導體溶劑的儲存設備有沒有 三幅化 英特爾 台積電都是跟他下單的 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做得出來 一個叫做台灣 一個叫做日本 短線的均價 短期均線突破開始怎樣 往上去做攻擊 在這個位階點上面叫你買它 沒有人相信嘛 大家都說這種股票不會漲啊 這種股票看起來很爛啊 但是你等到這個位階點上面有沒有 在這個位置不買等到漲上來了咧 又開始想要去追了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股價創新高啊 因為股價大漲啊 因為今天快要攻上漲停板啊 然後就想追股票啦 那我想問啊 如果說你在底部沒有買到 你在這個位階點上面你去追它 你要賺多大的空間啊 你是希望它還有多少的空間 讓你去賺錢啊 假設你今天弄個不好 漲停板沒有鎖住 反而油高殺下來 那反而是一個套人的一個地方嘛 所以做波段的時間點在哪裡 就是在大家最恐慌的時候 大家最不要股票的時候 每一個人把台積電罵到臭頭的時候 那個位階點上面買股票 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向上獲利才會無窮大嘛 可是反過來啊 當你現在呢 全市場的人都陷入一個瘋狂的狀態 很多的股票開始 哇每天開始噴啊開始漲啊 但我想問問大家 當你這些股票漲上來的時候 你不覺得風險很大嗎 我就連上品我都覺得這個位階點上面 開始有點風險啊 就連台積電也是一樣啊 來到這個位階點上面 開始有點風險啊 但你有風險你把資金抽回來 等拉回再去做一個佈局啊 那在拉回的過程 在整理的過程 要用什麼方式比較好做 當然就是利用當沖熱門股 低埋潛力股的方式嘛 有一些標的講實在的 它漲上來的時候 其實風險性遠高於它的利潤嘛 你會發現到說 最近很多的股票都是這樣啊 開高走低開高走低的一堆對不對 我們講簡單一點的 1560的中山哇 今天怎樣盤中大跌將近快7% 將近7%囉 那我想問問大家 你不要看他今天重挫 你在昨天的這個位置點上面 創新高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張股票很強 因為連續兩天創新高 哇 股價大漲耶 那你昨天早盤跑去做追價 今天就一根下來啦 這是熱門股啊 中山也不是大家 叫不出名字的股票 大家都覺得 中山接到台積電的訂單很棒啊 我說沒錯 它未來的前景很樂觀 重點是你買在什麼樣的位階 你才能夠賺錢嘛 如果說只是因為追股票 看他大漲跑去追 那你如果追在相對高檔的位階 有沒有 這個位置點上面 他就開始做修正啊 他就開始怎樣 進入到一個套人的階段 那你一旦被套住了 我想問問大家 如果你被套在相對高檔區 有誰會幫你去做截套 股票市場不是慈善事業喔 它不是一個做善事的地方喔 如果沒有顧及到風險 只是想著我今天就想要賺個 一根好不好 就想要賺個幾%的幅度 可是你要冒 好幾十%的風險 這樣怎麼算 都不是一個正常 而且合理的邏輯嘛 所以包括了8028的這個啊 正陽辦有沒有 創新高 前幾天很強喔 一開始開盤很強 創新高之後 開始做拉回修正啊 這也是啊 當你的上影線流出來之後呢 你的上檔的壓力 是不是就開始出現了 所以有一些個股 它開始慢慢的 有這樣子的狀況出來 千萬不要去用追價的方式 去追股票 我們要了解說 今天買這一家公司 我有沒有翻倍的利潤 如果這個位階點上面 它沒有翻倍的利潤 那我怎麼上去呢 之後就要怎麼去做修正嘛 這個就是風險跟利潤之間 控管的一個道理啊 所以包括8069的元泰也是啊 前幾天看起來都很強喔 都很厲害喔 可是呢 當它出現了這根爆量長黑出來 對不對 那我這根爆量長黑 上檔的壓力出現了嘛 那我上檔的壓力出現 講實在啦 如果我往上突破不了這個壓力區 那我是不是要回測到月線的支撐 那我如果開始回測月線的支撐呢 你真的想買它 你等它回測再說啊 尤其是我每次跟大家談嘛 乖離太大 它本來就會做收斂 對不對 所以真的該買股票的時間 都是在乖離很小的時候 可是乖離很大的位階點上面 就不是你該去做風險的位置了 因為從過去的歷史經驗 它也不是第一次漲上來啊 這裡不就是也是一樣嗎 乖離一過大 它就開始進行收斂 乖離太大 它本來就會進行收斂嘛 所以追股票 絕對不是最好的一個模式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房 在大家都沒有看到的時間點 才是你做一個大波段的一個時機 可是當大家都已經開始陷入瘋狂了 每一個人都在尋找 下一檔標股在哪裡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就要開始當心 有一些個股來到相對高檔區 你要用反向的方式 把價差給取出來 所以類股之間 它會形成輪漲而輪動喔 有一些籌碼已經開始鬆動的 那你要特別的當心 你要知道說 要怎麼去做一個處理 所以哪一些標的 它從馬開始展開鬆動了 待會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分析 以績效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成通同步 擁有股票、期貨、雙振兆 代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無往不利 成通同步值得托付 0R2752-5868 2752-5868 大家好歡迎回到我們台股直播室的現場 我是孟成 在11點到11點半陪大家一起看盤 那我剛剛跟大家聊 就是說行情來到萬五之上 就國安基金的角度來講 這個位階我們先休息一下 他也不會太過積極想要把 這個指數一直往上帶 那就算他今天要互盤的話 有一些個股他也未必會去買 但是這些標的呢 如果遇到市場上的消息 籌碼面的因素 已經展過一波反彈的行情的時候 那風險的意識 我們必須要把它做提高 因為一旦這個籌碼開始轉弱了 一旦這些股票開始由大戶 轉到這些散戶身上的時候 籌碼混亂掉了 股價呢 你往上的空間變得很小 你往下修正的壓力 就會變得非常的大 我們舉幾個例子來講 從過去大家都很熱門的 很關心在哪邊 比如像說網通啊 比如像說工業電腦 但是這些標的最近也開始出現了一個 籌碼鬆動的一個現象對不對 我們舉一個最熱門的股票好了 6442的光盛啊 今天盤中又跌了2.7%啊 你不要只看盤中今天跌2%喔 前一天禮拜五的時候呢 漲停板打開直接給你打到的盤下去嘛 那這根大量長黑棒一出來的時候 我們呼召一下我們對應一下 上一次的長黑棒的位置對不對 量大高點不是最高點 它突破上去了 結果它突破上去之後呢 馬上就遇到了什麼 出貨的壓力出來 賣壓就湧現出來 賣壓湧現出來之後 籌碼換成誰接手了 閃戶去做接手啊 那你閃戶一旦接手的時候呢 這個未來的 你在上漲的空間就變得小很多嘛 所以類似這樣的標的 我們就講啊 這些個股已經來到了一個 相對來講已經來到一個 高檔區的時候 我們就要運用當充交易 反向來把價差給取出來啊 所以我們當時在取光盛價差的時候 8月4號那一天有沒有 你就整個線圖來講 大量的資金開始進來 買盤進行軋空 但是軋空的力道 它有消失的時候啊 什麼時候消失 一股作氣再而摔三而解 你從5分鐘的K線來看 當我的買盤開始做急縮 代表說這一檔股票呢 往上的空間有限 往下的回檔壓力會變重 所以往上呢 61.8元向上空間2.5% 向下的空間有4% 因為它一旦開始回測 它會直接跌破當天的 開盤的價位嘛 支撐點它會跌破嘛 所以看到這種情況出來 我們就要了解啊 我們要怎麼去做一個 取價差的動作 那你要做取價差 當然由上往下做嘛 所以呢空在60.55元 空在60.5元嘛 那預設停損61.8元 預設停利58塊錢 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我叫你去放空 你可能會覺得 有可能 這個股票好強耶 這個股票看起來 好像要攻漲停的樣子 但我講啊 如果說假設 今天這檔股票讓我停損 好啊 我的停損的位階有多大 往上的空間2.5%嘛 那我往下的空間有4%嘛 那你要怎麼選擇 你當然要選擇 空間比較大的那一邊啊 或許我會錯 但是錯的時候呢 我們就停損就好了 這個就是用小錢 換大錢的一個概念啊 我今天不可能 永遠都是對的 可是當我對的時候 我要賺的錢 比賠的錢多 這才叫做投資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看喔 後面從60.5元 直接哇 往下跌了多少 跌到58塊錢啊 58塊錢以下啊 當天就取了4.1%的價差嘛 所以我們當時 預設的位置是不是對的 我往上的空間有限 我往下的回檔 機會就會很大 可是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都叫你那一天怎樣 去追啊 追股票啊 為什麼 要拼他會不會漲停嘛 但是你追在那個位階 就算給你漲停好不好 就算當天給你漲停板 不過2%的空間 你要為了那2%的空間 你要賠多少的風險 你要賠將近快 4 5%的風險耶 如果說他當天 你看喔 當天是收在最低點 是直接跌破平盤喔 所以光這一來一回 其實就快7%的空間耶 就快7%喔 所以我們去思考一下 什麼樣的方式 對你才是最好的 那就算好啦 你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你賺到 你追的股票 那等到後面 再震盪的過程 你可能在整理的過程當中 你就怎樣 器械投降了嘛 因為有其他的股票 看起來更強啊 趕快去換掉啊 所以這就是現在 大家所遇到的一個麻煩 追強勢股最後呢 你可能套在相對高檔上面 就變得要等解套嘛 6129的普程也是如此喔 他也是這樣啊 那一股作氣再而摔三而結啊 這個買盤開始進來的時候 我說往上的空間 有些回檔的壓力就會變大 買盤開始急縮回來 你的子彈全部都打完了 當然你要回撤的機會就會很大 往上空間2% 往下空間有6%嘛 那共在41.2元 停損設好就好啦 那你停損設好之後 回來補債40 一樣賺了2.9%嘛 所以熱門股它現在遇到的 就是這種籌碼性的一個問題啊 那我也不是叫你去做長空單 因為你一旦做長空單的時候呢 就算我今天有回檔好了 我可能在震盪整理的過程 就受不了了嘛 甚至有可能有軋空的風險啊 有可能會有軋空的風險啊 你今天做空股票 當然你往上你是無限大的風險 可是你往下回檔 你就算你做長空單 你最多就是賺100%嘛 對不對 所以做長空單是沒有意義的 你是承擔一個比較大的一個風險 但是如果說你用當充的模式咧 第一個你沒有隔日上的風險 你的本金也不用準備太多 你多空雙向你策略會非常的靈活 當你一旦發現了機會點來的時候 你下去做切入就好啦 比如像說有些個股 像我前一陣子大家最熱門 最關心的就是所謂的元宇宙嘛 元宇宙的族群 元宇宙大會召開 所以未來元宇宙概念股會很火 會很火會很熱 那我講啊 那沒有展覽的時候 那元宇宙咧 他們有辦法賺錢嗎 你今天真的有辦法帶著VR頭盔有沒有 在路上晃來晃去走來走去嗎 我相信很難對不對 所以那個市場規模現在為止 我講實在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看到嘛 而且你戴那個頭盔你確實會頭暈啊 大家就玩一玩開心一下而已 那個熱潮沒辦法像智慧型手機那樣 展開那麼大的一個爆發力嘛 那反過來有些個股 它會上漲 它就是一個題材加上一個籌碼 像建達就好啦 618建達 當時我跟大家談嘛 像這種股票呢 如果你做長空單對不對 像這種券單有沒有 它在相對高檔區的時候 股價呢它就會 進入一個橫盤整理 做一個軋空嘛 那為什麼會有走到空 空單太多了嗎 空單在那個位階點上面很多啊 所以你做一個長空單 未必來講對你來講是好的 可是呢如果說你做這種短空 比如像說空在4.6 回補在44.5 這是8月1號的時候 比如像說當你發現到說一樣 買盤開始怎樣 開始急縮了 我往上的空間變小 我往下回檔的壓力變大 那我從這個位階點上面去放空 空在這個位置 停損設好 停力設好 後面回補回來 這樣就有錢賺嘛對不對 所以包括了宏達電也是啊 宏達電就是這樣 往上的空間20%有沒有 每次BIOS來到20%的位置 我就說壓力就出來了 元宇宙相關族群 你就是要這樣做嘛 那反彈上來來到69.7元去放空有沒有 然後回補在66.5元 當你回補完了 你就等下一次的機會再說啊 對不對 那你看2498宏達電 我說它慢慢的開始怎樣 跌破月線了對不對 那我月線壓力開始出來了 我一旦月均線開始下挖 我只要出現一根長黑棒 直接把這個前滴給灌破的話 那我未來空間才會變得很大 可是呢就算你是有空間 有回檔的壓力 那講實在的啊 這些倦貸我未必賺得到錢嘛 因為你做長空單 你的回檔時間是慢的啊 它如果走一個緩回 那你都不如做短空單 慢慢的把價差給取出來嘛 一點一丁的把價差給取出來啊 所以這就是現在行情的一個問題 有一些個股確實漲多了 它會有一些壓力出來 但是當你有一些標的 你來到一個相對高檔區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做價差 往上去放空 你把停損設好就好了 但你也不要去做長空單 因為國安基金在做護盤 你不曉得它會不會突然 直接嘎你一下 所以運用當沖交易 從中間鎖價差 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尤其是當沖它有它的優勢存在嘛 你沒有隔日的風險 你的本金不用太多 你多空雙向你的策略 你可以非常的陰火 但是啊 你一定要有原則 我講實在的 像這種交易 任何的交易一定會有風險 那你要把你的原則給設定清楚 我們的當沖交易 有設定三個原則 包括了停損停利的期間 我會幫你做設定 包括了尾盤不留長 絕對不會 有一些個股 該做波段就做波段 該當沖就當沖 當沖的股票絕對不留長 大賺小賠我們穩健的操作 所以呢 你喜歡我們這種方式的 認同我們的操作的 歡迎廣告時間 撥通電話 感謝大家記得收看 一組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展示 由北斌